我们家狗是那个马尔基斯 然后一岁多在这个松子宠物医院 然后阿里芬院做的这个抛产手术 是助理 然后因为他们操作不当 就是把我那个小狗的羊手给扯破了 导致死了一只狗 小康说他养的马尔基斯犬叫坦坦 当时还了两只小狗 一月份生产时 在这家松子宠物诊所 总共花了5000元左右 没想到出了意外 我们在生之前问过他们 是否有医生在 他们说是在的 结果我们来的时候 我们议员那两个人是医生 结果到最后他们没有办法 他们说他们两个是助理 一开始他们说的是可以顺差 结果他们判断失误了 当天晚上紧急打电话 他们过来的 小狗他在外面时间有点长了 要属于难产的情况 那这个时候我们也不能确定 就是他是怎么给死掉的 澳湖山手术之前 是不是做了科项检查 证明跟我说的没有问题 才是做了一个手术 还有为什么不把你们助理叫出来 是不是他扯破的 一样是我当时在旁边 我亲眼看到他把一样是扯破的 另一只小狗平安 小康说手术后带他回家一段时间 他发现澹澹的身体还有些异常 带去其他宠物医院检查 超生所见 子宫体内可见胎一样物质 因为他们的院长 他把我狗取了之后胎盘没有取出来 两个胎盘都留在肚子里 因为胎盘会对狗造一些影响 可能会形成子宫蓄膿 甚至我家狗以后再也生不了 抛产的时候都要取出来的 但是他们意愿没有取出来 并且没有告知我 是半个月之后 我发现不对劲 就一直在留东西 事实确实就是有胎盘没有取出来 这肯定是有的 然后后来又提供了解决方案 现在的话还有一些胎盘在里边 我自己也做一些抛产手术的 这一块确实平时我们也很少去 因为胎盘是他自己的东西 我们也很少去在意胎盘的问题 当然我只能跟你说最好 肯定是把胎盘取出来比较好 影响他受孕的因素会比较多 目前没有明确的 哪一个文献说有胎盘 一定后续不能再生 院方给出了两个解决方案 现场协商 双方没能达成一致 第一种的话 可能需要给他用点药 促进他排一排 第二种方案就是 我们做个外科手术 把他就是给他处理掉 他的解决方案我肯定是不满意的 首先他们这个手术 二次手术就会对我家狗 再造一层伤害 对不对 他们任何疯也不愿意承担 那如果说你一开始 抛妇产手术做得好的话 我家狗为什么要做第二次手术呢 是不是 他赔偿我一千加一千块钱 我觉得不管是 我觉得就其他人 我觉得也不会同意的吧 对吧 我家狗11万买的 一两万买的 报11万这个价格没有必要 因为我家有三个马尔基斯 采访时 小康没有找到 买狗时的付款凭证 表示会去找找看 也希望大家都来评评理 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